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那种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Coronavirus要求 新冠来袭 看我捉到你 是这样 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1月初 全世界流行 到今天都没有结束 我想很多朋友都深受新冠病毒的困扰 包括我在内 天天记着 在家待着 那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 既然新冠病毒 每天全世界感染数这么多 那咱能不能有一种方法 快速取得 每天世界感染的病毒数 以及死亡数呢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视频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支持联 有两个 第一 通过新冠病毒要求 这个API 咱们取得新冠病毒最新的数据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是 这个Laktan的Lapid API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API 咱们随时都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免费的使用 好 咱们先少计 我先给你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咱们看一下这个官网 其实是这样 这个官网提供的API 是多如牛毛 好多好多 我今天仅仅是给您介绍了一款 新冠的API 还有好多的 比如说旅游的天气的 各个方面都有 大家请看 包括体育的 金融的旅游都有 包括娱乐 都可以 今天我只是给您讲解一下 新冠的怎么用 在这个网站上 您可以去搜索 能搜到这么一个新冠的API 我就直接通过这个URL 给您访问就算了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网络稍微有点慢 新冠病毒193 19是19年 这三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API的第三个版本 好 大家请看 这就是API的画面 大家请看 它人气度最高10 它是9.9 非常的高 而且是正常加动率 就是说任何没有出错 能够正常使用 然后它给您提供了数据 包括国家 包括国家的感染的履历 都能够提供出来 右边是它的代码的样例 咱们看一下 它给咱们提供了 多如牛毛的程序语言的支持 就是说这些语言 它都支持 您通过这些语言 都能够访问到它的API 包括取得最新的数据 那么该怎么用 今天我给您介绍 是一个Node.js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段代码 咱们直接点击拷贝 就能够把它拷贝过来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 就是换句话说 您如果想用它API的话 需要在这个网站进行login login之后 获得一个访问的key 虽然是免费的 服务 但是它需要login一下 怎么login 很简单 点击这个地方进行login 其实我已经login过了 是这样 我并没有注册它的账号 我通过Github 因为我有Github账号 我通过我的Github账号 login进来 进来之后 我就能够正常的使用了 一般是这样 您只要在这login一下的话 在刚才key的这个地方 稍等 今天会网速真的是有点慢 您login进来的话 因为我现在没有login 如果您login的话 在这个地方 会自动给您声称一个存取key 那么您直接点击拷贝按钮 就能把整段代码拷贝下来 然后拷贝到您的VSCode 或者您的编辑器当中 就能够直接执行 然后下面是它可以指定各种各样的参数 包括国家的参数 履地的参数 统计的参数 都可以指定 对吧 它给咱提出这些API 咱们马上就能够用 然后这地方 大家请看 有一个叫做料金plan 是这样 它目前是提供了两个是三个plan 一般咱们使用这个 因为咱们是免费用户 咱们使用这个免费就可以 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 也非常的方便 OK 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这是API的介绍的网页 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按照我的操作做 就可以做 比如说大家请看 首先咱们要获得 全世界最新的感染 数据怎么感染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那段代码 因为我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个key我已经获得了 但是这个key是私有key 所以在这个视频中 我就不给您公开 好 咱们开始做 我是node.js的样例 所以说会用到unilist 需要本地安装 怎么安装 通过这个代码进行安装 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了 是这样 我在我的本地 已经把这些个代码 已经装好了 咱们看一下 那请看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例子 我已经都装好了 那咱们现在干什么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先把这个unilist装上 装上它之后 就能够执行这些代码 我现在的这些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我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内容 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把我自己存取的login的key 加在这了 您login之后 会给您自动生成一个key 您直接加您自己那个key就够了 这是私有key 不是公有key 好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运行一下 看一下最新数据 好 马上开始 我先清一下评 然后node的空格 敲上这个 go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它取回了最新的数据 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数据 像这个非洲的 对吧 各个国家都有 这是亚洲的 也门 是吧 也门的人口数 大家请看 也门的人口数 然后新规增加的新感染的数 现在因为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个重症 治愈了多少 每一百万人感染了多少 然后总共感染了多少 包括死亡了多少 是吧 每一百万人死亡多少 包括总共死亡多少 这个数据非常的详细 而且大家请看 是7月1日最新的数据 好不好 OK 这个是什么 这个API 是取得所有国家的感染数据 咱们不要 咱们关心什么 咱们首先关心中国的数据 所以这地方是中国的数据 中国数据的取得方法 大家请看 我已经给您都列出来 刚才那网站也都有 我是把这个拷贝过来 您用我的代码就可以 然后在这个地方指定一下国家 我这是China 所以我写上China 那咱们看一看 接着到今天为止 咱们中国都有哪些个感染数据 试一试 马上执行note 然后getChina 注意看一回车 大家请看 接着到7月1号为止 咱们看一下 亚洲中国 这是咱们整个中国的人口数 14亿 是吧 7月1号 感染了3例 然后现在有421例感染者 对吧 然后重症是7例 然后咱们国家治愈了 是78,479例 每100万人当中感染58人 然后咱们中国 总共感染人数是83,534 没有问题吧 OK 再看看死亡数据 新归死亡 没有每100万人 咱们只死亡3个人 很不错 然后整个新冠 中国死亡人数是4634 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漂亮的数据 如果没产水的话 是非常漂亮的数据 OK 那么咱们关心完中国之后 一般咱们还得要关心一下美国 是吧 关心一下 美国数据是这个 咱们执行一下 我这都有 清评 咱们直接node控格 然后getUSA.js 注意看 接着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成绩单是如何呢 Go 大家请看 接着到七月一日为止 新归 一天新归 46042人 美国的第二波已经爆发 然后现在是活动感染人数 是多少 1454397 重症15935 对吧 治愈1143334人 然后呢 每100万人当中 有8241人被感染 总体美国感染的为止 截止到今天为止 感染了2727853人 然后呢 死亡 新增加死亡数 7月1日 新增加死亡数 764人 然后每100万人当中 393人死亡 一共死亡了 13万0122人 这仅仅是截止到 7月1日的数据 今后呢 还会增加 看来这个美国的成绩单 非常的不漂亮啊 这怎么说 没办法 这都是 美国家 用美国家 国情不同吧 是吧 OK 那是这样 我今天给您展示了 一个中国的数据 一个美国的数据 其实全世界 所有国家 200多个国家数据 咱们都能够展示 我不能在我这视频中 都给您做 那么该怎么办 下面这段代码 是您能够获取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代码 让您用这个代码 直接就能够执行 比如说 我获取了英国的 获取了日本的 对吧 您就把这个代码 往这个地方一替代 就能够出现 您指令这个代码 国家的最新的数据 好吧 那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代码 会给它返回什么内容 好 试一下 这个代码 我都给您做完了 node空格 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全世界国家的数据 都列在这个地方了 而且是以这个 Alphabet 就是这个字母顺 列出 大家请看 UAE都有吧 阿联酋 乌干达 是吧 英国 UK 英国这什么叫UK 泰国 泰国越南 这次翻译的 也都非常的不错 新加皮 是吧 这样的话 您就把这个代码 尼泊尔 您就把这个代码 拷贝到 美国 或者中国都行 这个Counter 这个位置上来说 然后您再执行 就能够取得 您想看到 这个国家的最新的数据 分享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了 希望您能够喜欢 既然咱们是搞IT的 咱们就应该有一个最快的手段 取得最新的新冠的数据 您说不是吗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的代码 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 也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YouTube频道 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 我的讯法视频 我也会不定期的 更新最新的技术视频 分享给您 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进入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